一口气看完北元34年历史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 元朝退居末北 殷疾国号仍叫大元 以其地处在北 故称北元 1368年 名将徐达率军攻占大都 元慧宗北奔上都 除元慧宗坐镇蒙古故地以外 山西甘肃的阔阔铁墨尔 辽东的那哈出 云南的巴扎拉瓦尔尼 都在各自的管辖之地 侧应着大元皇帝的军事行动 1368年冬 元慧宗命大将阔阔铁墨尔 从山西出兵夺回大都 行军途中 明太祖名大将徐达袭击他的后方太原 元军回尸救援 被明军袭击大败 元军损兵4万 几率18人逃入甘肃 同年 徐达和阔阔铁墨尔在神尔玉大战 最终徐达大破阔阔铁墨尔 不过元军将士8万 马1万5千匹 阔阔铁墨尔与妻子等人 逃向和林 史称神尔玉之义 同时 明将李文忠率东路出居拥官 直客英昌 贵宗之孙买的李八字级后碑 诸王 官吏等多人被捕 压界前往京师 元太子爱由施里达腊 在和林级皇帝尾 称毕利克图汉 也好宣光 1371年 明将徐达 李文忠 冯胜 率15万名军兵分三路 出击末北 中路军由徐达土帅 在土刺河打败阔阔铁墨尔的军队 随后阔阔铁墨尔与原将贺宗哲和军 向徐达的主力发起进攻 徐达被击败 狼狈难逃 只称宁北之战 徐达撤退途中 负责断后的汤壳 又在断头山被击败 明军死伤数万人 互不担行 李文忠统帅的东路军 失去主力侧影 也在阿鲁河畔 受到援军重创 开国名将薰宁侯曹良辰 常玉春从凶长柔 指挥使周贤 张耀皆战死 冯胜所率席陆军 在甘肃武昌 扫林山等地 击败援军 此四名队员的战争 西陆军胜利 中陆军失败 东陆军失败 整体已失败告终 明军在短时期内 不敢再深入草原作战 北援则争取了喘息时间 双方在边境地区 不断发生拉锯式的冲突 1375年 援军将领阔阔铁木耳 汉明王宝宝 去世 同年 援军太尉纳哈出进攻 辽东周城 被击败 1377年 明朝将流落于明朝境内的 350名高丽臣民 护送回高丽 作为报答 高丽前使前往明朝谢恩 并宣布恢复使用 红武年号 此前高丽 一直亲赴于北援 1378年 爱由十里达纳去世 妙好赵宗 其子托古斯铁木耳 即认为北援皇帝 称乌萨哈尔汉 史称天元帝 此后 北援皇帝继续选择 和明朝对抗 屡次侵犯明朝边境 1380年 朱元璋对北援 寄行第三次北征 命西平侯穆英帅 陕西明军进攻北援 穆英帅均渡过黄河 经明夏翻过贺兰山 寄行突袭 明军大胜 攻入哈拉河林 活捉了托火赤 爱族 1381年 朱元璋为了消灭 弹剧云南的援朝 残余势力 太守下大将傅永德 蓝玉等帅30万大军 发起统一云南的战争 在战乱中 年仅11岁的郑和 被明军俘虏 被阉割 在军中作秀童 同年 北援太尉纳哈 初率20万援军 驻扎金山 1387年 朱元璋以冯胜为大将军 于傅友德 蓝玉等率兵 20万出征东北 1388年 神兵天将的明军 同毫无准备的北援部队 展开了一场 非对称的短暂战斗 战斗的结果毫无悬念 北援皇室遭到了毁灭性的最后一击 除了援主托骨丝铁木尔和他的长子天宝奴逃脱之外 明军俘虏了天原地的次子的宝奴 及皇室男性64人 后妃公主59人 无王夺尔之 代王达里娃 平章巴兰等皇室贵族 2990人 缴获大量图书 印象 俘虏 俘虏北援士兵和百姓共七万七千人 牛羊马匹等更是数以万计 史称 苦于尔海战役 堪比北宋的靖康支持 此占令北援在军事和经济方面都遭遇重大损失 此一黄金家族从神坛跌落 蒙古诸部纷纷独立 同年 原主托古斯铁木儿逃到智土拉河被耶稣迪尔失杀 耶稣迪尔是阿里布格后裔 此后汉位由忽必列家族转移到阿里布格家族 杀死托古斯铁木儿后 耶稣迪尔自称全蒙古太皇帝 为卓里克图汉 1391年 耶稣迪尔去世 1392年 俄勒伯克即位 视为北援大古皇帝 1399年 俄勒伯克被杀 中年39岁 在位7年 1400年 昆帖穆尔即位 1402年 鬼历赤 杀元帝昆帖穆尔后 改国号为达达 北援王 此后蒙古分为达达 瓦剌 明英宗时期的土木铺之变 是自元朝以后 蒙古人最后的辉煌 直到清朝崛起 1632年皇太极 亲征林丹汉 到1635年 林丹汉的遗孀 和儿子奉传国玉戏出降 蒙古帝国正式 宣告灭亡